大喜大悲 观星菩萨 感恩如台长 你好 我想问一个七七年数舌的男的 七七年数舌的男的 对 想问什么告诉我 身体跟事业 这个男孩子有点自闭 鼓掌 对 你们老不顾掌的了 台长不看了 跟你们开玩笑 听得懂吗 对 我告诉你 这孩子本来挺好的 后来开始自闭 就不愿意见人 整天我看他关在房间里 玩电脑 没错 然后我告诉你 他也不愿意谈恋爱 婚姻也不行 对 这条蛇现在 这个 这个就是魂魄不齐 听得懂吗 你跟他讲话 他听不进 明白了吗 所以你应该每天给他叫魂 叫魂 怎么叫呢 怎么叫 每天早上八点钟 请大之大悲 观世音菩萨 保佑我儿子某某某 魂魄归身 叫三十遍 叫三十遍连续叫一个月 他慢慢慢慢会清醒起来的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第二 第二他身上有个孩子 就是有一个打胎的孩子 就是有一个打胎的孩子在他身上 可能是你太太的 应该没有 没有是吧 没有 没有看看看了 可能是外面惹来的也有可能 好吧 反正是有一个女的孩子 哦 有可能 哦 你说他没婚姻 但是他曾经有一个女朋友 他没跟我说 谈过一个 他很爱别人的 等等啊 短头发 圆圆的脸 你去翻翻他的 那个照相本里面 有这个人的 嗯 要命了 他盯住那个女的了 这个女的现在在他 整天在他脑子里 嗯 你给他念经吧 赶快每天给他念心经 每天念欺骗 欺骗 好吧 嗯 然后这孩子还经常发脾气 就那个女的魂魄 老在他身上 嗯 明白了吗 还有 他吃饭非常不好 他不愿意吃饭 对 其他的 没有什么大问题 其实我说他不是很深度的那种 忧郁症 他是浅的 嗯 他脑子还是很清楚 他还知道 保护爸爸妈妈 对你还是不错的 明白吗 我看 不发脾气 不发脾气 就是忧郁啊 整天忧郁 不开心呀 嗯 现在他的工作怎么样啊 他原来工作是很好 可是后来 没了没了 没有了 我看到了 很长时段了 有一段时间不做工作了 对 嗯 都看出来了 你如果念一千张小房子 嗯 念一千张 嗯 你看看他会不会好 他好了之后 你什么时候念好 他什么时候可以上班 这个孩子人一脸不笨 我看他脸像长得也比你好看 谢谢 对不对 嗯 好吗 好 嗯 好 那我可以问问我那个 呃 呃 倦姆 他 大概 十年前 已经去世了 呃 什么时候走的 呃 具体那一年我 忘掉了 叫什么名字 呃 吴 吴 中山柜的舞 口天舞 对口天舞 第二个呢 彩 彩色的彩 第三个呢 华 中华的华 五彩华 对 五彩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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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岳母是吧 对 五彩华 五彩华 哎呦 他活着的时候念经的 对 拜观音的 非常好 他已经在天上了 好 谢谢 而且我告诉你 非常富泰 脸圆圆的 非常富泰 走的时候你们给他穿的是那种丝绸的衣服 哎呀 说对了 一百分 又要考我了 我 我是买的最贵的 最贵的那一套 买的最贵那一套 对 对了 因为他很喜欢厉害啊 真的厉害啊 很厉害的 谢谢 我讲一下啊 我告诉你 你还没看见台长厉害的呢 哎 你要想见见他的话 晚上我就叫他掐住你脖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了 好 好吧 好好念经 好 帮你这个岳母再念念经 说不定还能把他往上推 因为天有三十三天了 嗯 明白吗 他对你真的不错 因为他走的时候 他给了你很多 钱 都说对了 哈哈哈哈 谢谢楼台长 好 谢谢 好好念经啊 说对要好好念经的啊 嗯 要命啊 他有多少钱我都知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麻烦了 是 陆卓卓你好 你好